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用南瓜搭配两个鸡蛋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柔软筋道,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把南瓜的外皮去掉 接着用勺子把瓜瓶刮干净 尽量刮干净一些 不然里面紧紧掉掉的影响口感 清理好的南瓜我们先清洗干净 然后放在案板上切成薄片 尽量切薄一些,这样方便蒸熟 切好的南瓜放入盘中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水开后蒸15分钟 南瓜蒸制用筷子能轻易地夹碎就可以了 取出来倒入大碗中 用倒泥器倒成南瓜泥 尽量倒得细腻一些,这样口感会更好 现在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把鸡蛋充分地搅拌开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糖 继续搅拌 继续搅拌,使白糖彻底融化 然后少量多次地加入130克的糯米粉 边倒边搅拌 这样比较轻松,不会轻易出现面疙瘩 糯米放完之后再加入8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少许的面粉可以增加它的轻性 使其口感更好 一直搅拌到没有干面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 就像这样比较粘稠一点的面糊状 先放在一边 地面趁预热刷一层食用油 刷上少许油不容易糊面 然后把面糊倒进来 用铲子整理平整一些 然后再撒一点黑白芝麻增香点缀 盖上盖子小火慢烙7分钟 中途多来回翻几次面 这样方便受热 几分钟之后南瓜饼就熟了 现在闻着就香味浓郁了 铲子按压能够迅速回弹 这样就证明南瓜饼已经熟了 可以关火出锅了 把南瓜饼取出来切成小块 然后就可以享受美味了 南瓜饼这样做孩子特别喜欢吃 表皮焦香内里松软 简单美味还好吃 天气炎热容易出汗 特别是孩子出汗就容易缺心 正好南瓜营养丰富 用它给孩子做好吃的 营养美味又补心 而且南瓜饼还可以做成咸味的 里面还可以添加各种调味料 比如鲜肉 火腿肠之类的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个方法可以做成好几种味道 喜欢吃甜口的就做甜口的 喜欢吃咸口的就做咸口的 既筋道又软糯香甜 口感层次丰富 关键是做法简单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上班美食两不误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